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强烈冬季季后风直为华南沿岸带来寒冷及干燥的天气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 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及干燥 明祖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 看温度及身解再低2-3度 好冷啊 回到家想快点剩一杯热巧克力的暖身 这个在网上看到 据说是来自200年前的热巧克力食谱 14克左右的黑巧克力 加点水煮溶 再倒入200克左右的奶 我用的是豆奶 一杯新鲜热辣的热巧克力就诞生了 我用了一杯新鲜热辣的热巧克力 冬天特别喜欢吃有汤或辣的东西 想起家里还有整大包的红辣椒 今天一于来消耗了一条的 切碎蒜头和辣椒 开火煎鸡蛋和煎丸 用同一个热巧克力 爆香蒜头和辣椒 加薯油 糖 和水 之后可以将蛋和丸回锅 然後换上面 我今次煮的它在盘上 至於蔬菜,就這樣加幾條下去 是提升食肉的一鍋半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早進去看了《倉路與少年》 終於都看了 雖然這個背景是Harry Potter 但沒關係的,純粹聖誕而已 看了這個《倉路與少年》 不得了,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也看到有很多人說看不明白 因為我之前看了這本《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這本書就是宮崎俊製作這部電影拿的靈感 是這樣的一本書 看這本書其實是會明白多了 起碼會明白多一些電影的主角 他的心理變化 背後的一些因素 或者他究竟是有什麼心理活動 以至到他會有這樣的變化 看了這本書是會明白多一些的 我覺得我真的很慶幸自己 生長在一個由宮崎俊作品陪伴的年代 他的電影總是會令人可以思考很多 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是香港最近最低溫的一天 一晚 現在外面風吹得很恐怖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 那些風 真的吹得很誇張 那些風 所以我拍到這裡也準備上床睡覺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